當年的賴清德怎麼幫黃國昌複選 黃國昌現在怎麼講賴清德的老家 黃國昌參加的民眾黨 黨主席柯文哲 還說要來這裡 再讓賴清德哭得更慘 黃國昌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這兩張照片提醒你 過去 在你默默無吻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怎麼樣幫你在細紙瑞芳這個選區 讓你能夠當立法會員 當你第一次選立委的時候 你代表的是時代力量 扛著太陽花學運的光環去選 當年的民進黨包括賴清德 包括鄭文燦包括蔡英文 都賣力的替你服選 你叫民進黨無淫和的淵源 你當年只是一個中原院的一個法律所的教授 叫你無淵源 民進黨這一區不提名 全力支持你 稱讚你 跟選民推薦你 可是你為了你自己的利益 後來 你當了這個時代力量 不分區的被取第一名 然後現在發現時代力量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頭 也許情勢沒那麼好 你又跳到民眾黨 回頭又來咬民進黨 回來又來狂罵民進黨